我記得我三歲時有很多間幼稚園收了我 當時就選了一間傳統的 另一間就是國際的 家人就想我自己體驗一下 究竟哪一間幼稚園比較適合我 所以上午就回傳統那一間 下午就回國際這一間 就是這樣試了一個月 到底教學模式對學生有什麼影響呢 台灣學者魏教授 就用了幾年時間做了一個研究報告 而我跟他聊天的時候才發現 他報告裡面用了化名的小樂 原來就是我啊 他選擇要中的理由非常地自主 陳老師所建構的這個幼兒園的環境 是適合孩子的 因為孩子走進那個幼兒園 就有一種喜樂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承認對待孩子的 這種尊重的態度 當人看就會說 他期待他未來能夠向一個全人發展的這個方向前進 所以他就跟他媽媽說 就說他要選擇要中 然後他待在這所學校待了15年 是的 而且他一直講一句話在整個訪談過程 要中是我自己選的 而且我也如果一輩子能夠待在這裡我也不想走 對 我也記得小時候就說希望我們的學校有大學 我會想要以鼻子帶大家進去 我記得那時候兩間幼兒園洗手間的設計是很不同的 傳統那間幼兒園洗手間的座廁高度是很高的 我用起來很不方便 但是這間國際幼兒園的座廁就剛剛好 是專門為小朋友而設的 所以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除了校社的設計是由小朋友的角度出發吸引了我 我還記得校園裡面的校長、老師和校工 他們對小朋友都很關懷和親切 你好,葉叔 很久沒見了,你最近怎麼樣? 好,挺好 你呢? 我現在也挺好,剛剛畢業了 剛剛讀完法律畢業 我小時候,葉叔已經在母校工作 這麼多年後還在這裡見回她 真的很開心、很親切 學校就是給了我這種親切感 好像是我的第二個家 你說這個是一個很有情感 在這個家庭裡頭 它其實是一個平等對待人 哪怕是校友 就是一個工友 哪怕是一個做飯的阿姨 她對你的關懷 那是一個不可想像的 就是學校本身並不是家 但是她提供了家庭的那種溫暖 對人的一種關懷 所以她是一種 你說那是一種雙向的 一種教育的那個倫理的關係在裡頭 很生氣 王歹 那是一種人 我還是平衡的那種溫暖